然后这两天火牙的活动配合完主播明天就休息了 今天是周三吧周四主播休一天 好久没休息了快半年了 我们一周休一天的得来了 老鼠扶住恶心人 电魔狂 发条下路,有套路的 这几个是不是有套路的呀兄弟们 发条一个人吃线 但是只要把线推进去月塔不就正常吗 那我要做出相对应的一个选择 我得赶紧推线 不用管他,吃线就行,他这不是要阻止我吃不好吃 硬追是吧 他死了 AQ,A闪 放眼 不能南枪这么晚啊 你闪现骑手是什么鬼啊 南枪不闪现逼退我兄弟,我可以再A一下这个 这个盲森 他这一波 应对的还可以,我这一波赶紧推线是要赶紧去下路 对面站着我们下路只有一个人 我直接过去 2打2 啊 走啊哥 进草,直接卡 进草,直接等他就行 因为我这波提前出来他可能会往回跑,直接送他 进草他会自己过来的 这游戏就这样兄弟们 你要是出现了,他反而要给 前面那个人 少一点,少一个助攻 你要是卡着视野,他就是要往这里逃 AQA 不算太亏 不过我这波 这个换血还可以 我们是没装备 他有个875 能换成这样还不错 假装 一直在走他位,然后接个Q,不小心接个Q 他们也在反对啊,QA他没闪兄弟 老鼠呢 瘋杀死角 老鼠,恶心9个人啊 哎真的兄弟,玩辅助老鼠 这种,然后这么去玩法呢 一般都不让人头呢 偏离了正常辅助的一个轨道 也偏离了正常辅助的做法 都在被恶心 我瞧 你在干嘛 哎,农药的打法 但现在能玩,能这么玩的好像也只有老鼠一个 这个已经不是英雄联盟了兄弟们 这个已经不是英雄联盟了兄弟们 这是农药打法 农药一级中路抢线 抢望兵线跟中单一起游走 下路是对抗线 OK牛头已经去游走了 我懂 不要防灾我 啊 啊 shut down an enemy has been slaved 游走于刀剑之上 啊 那就是这个刀剑之下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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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 只有马尔 才会为瘨而现身 呀 啊 ко 他回来,别回血了,别回血了 这样我还可以上 兄弟啊,打了半天了 算你还有点人性 兄弟们左下达虎牙福袋,点开之后发一条免费弹幕,领取10个人的红包,免费领取 这波直接逮他,他们的打野,让你抓我 说实话这波不好打 这波可以靠近盲森,但是角度一定要一直偏离这个 这个叫啥 莉莉亚 你如果角度对正好对着莉莉亚,他绝对会踹我 让我一起去撞那个莉莉亚 不着急 哎呀卧槽 我看了影弹幕怎么靠近了呀 哎哟 怎么贴我脸 贴莫快 大伙有补量可以送一下免费的补量啊 马上要12点了,12点了补量就清空了 我进了 哎哟 这不我死了 先锋还给对面拿 还是盲森单拿的 盲森一会儿再吃一个一塔的钱 这不嘎了 往这里跑 假装跑 不小心接他个Q 接我 不要进草 进草的话会暴露莉莉亚视野 科学两个 科学用了没回血 进入CD了 盲森的Q技能 一段Q中了之后你要进草就可以看到草里的视野 在草外的话他就看不到 不然他这波不会Q过来了 恭喜这10位观众中的奖啊 恭喜恭喜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现实 感觉ADC好惨 我们也挺惨 我三个主攻 全被这辅助老鼠K了 更可恨的是他这个还没办法做 他不拿人头的好像就废了 露莉亚 还没出过装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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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极限吃一吃 人来了我知道 翻个小幅度的 翻大幅度会被打断 太明显了大幅度 这武器 这男枪 这盲森怎么能这么玩啊 在干嘛 这两个这两个人 疯狂连连体啊 好打断 全都杀了 求你们啦 我真的为团队做的太多了 哪名区 开团啊 这把又得是这种局 为什么都要选这种阵容啊 我们南刀的生存环境好差呀 队友 选出没有前排的阵容 我就得去出征服着 不然一伙中期打团的一个局面 你们 真的很尴尬 中期打团的局面 没人能接近呢 对面只要稍微有个控制 谁去 接一下谁就死 那会导致所有人都不敢去 去打伤害 感觉这阵容都很抽象 这把 一个是莉莉亚出个皇冠 她去扛接技能然后开团 另一个就是我了 感觉这把 压力很大 干嘛 给你脸 不用管不用管 就一个AD而已 他来我杀他 哎呦我操 关闹钟了哥 就A了一个大招闪心过去 一个天往这里关 第一时间我在关闹钟呢 我们突然蹦了三个人啊 这里有个,这个叫什么 瓶躲娃娃 AD AD去想 一会儿 打起来 可 这 我就 过来 我 这是 我 我 那 我 脖子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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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死了就真的过分了 这真的过分 别人刚打完先锋就在上河道 这是不把系统的一个提示当东西啊 你还想送他 军流水一气呵成 你去吃啊,不吃吗,那我来了 登个配呀 脑子我还特了是不是啊,这个线你吃不到的 你去失踪吧 就那两个老落病残的小兵 马上就进塔,让塔吃了 这个是 战斗 完之后兄弟们 经济最大化的打法 那我这边没打着我去 打龙没用,这武器吃完中心正好可以去 可以去街团 但我们这一波执行这个计划太慢了 太慢了 无处可藏 无处可藏 太慢了 一塔也没守住,小龙好像也掉了 我的问题兄 我以为这个段位应该会 啊 没事吧 AQA点燃,不要让他卡视野 点燃能看到草里的视野 你吃你吃,让给发条 哈喽 喝血先回一口 晚前翻 再晚前翻 啊怎么在这儿啊 哪里的眼 一定A过了是吧 可惜 被秀了 这个AD还是有伤害 他没打打 他没打打 我怎么感觉打不过啊 nice 有中压 没中压的话这波会被他真秒 叠满征服者的盲森 一个AQA肯定是能杀的 但是他全被躲了 这利利亚这一波中压还带的是一个W的中压 完美 你 你 你的TUTER has been destroyed 只有傻瓜 才会为荣誉而现身 刚刚这里好像有个 牛头吧 感觉这个局势很尴尬 感觉这个局势很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能去下的呀怎么换了呀 这武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啊 八条摊了一波线 武器就直接去上了 那这怎么搞我去下吗 这个 这种出攻速的不守要出问题啊 好乱 好乱 玩了 要被拉扯了 无处可藏 大招 AQAW3 拉扯 回来等一个Q 他不来我们再Q小兵 把小兵秒了让他挨塔 Q秒了,思路要清晰 这时候队友迷茫了,我们不能迷茫 流血,让他流血流死 一坨谢特,真的,我们的运营 谢特,兄弟们 有点受不了 我真的兄弟,我要打不过这个格文直接废了 快秒快秒,大招能用全用 要抢了快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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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你吃 我们全都沾着一点 大脑发育不良,小脑完全萎缩的一个感觉 犯不良 大猪《 pestskiem Entertainment》 这是龙魂啊 科技龙为什么要让啊 对面这个这个龙虎人感觉要被拉扯了 哪个办法 隐磨刀吧隐磨刀 我这把这个武器已经不能相信了,他去打格温不一定打得过 很大一个概率是我要去跟这个格温打 我直接出隐磨刀,预备一手 你看看到呗 武器带下格温带上 真的已经我都已经是先知了我抢 兄弟我有魔抗,打不死我 这武器这几波我跟他联动下来我已经知道了 冰度线绝对不是靠他能支撑血的吗 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要我来 就这个格温,绝对是 只要我带线打得过这个格温,这把就能赢 然后他忙生他都打波 更别说格温了 交给我 这武器就有一种很门隆的感觉 再一点大脑发育不了,小脑完全没有的感觉 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招AQA秒了 对他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这格温一定要我来处理 搞不好我们把对吧最重要的事染在身上 一会他突然有一个正常的一点操作 我们就赢了 现在我要 弄一个他 他没有发力我们也能赢的状态 先把线清了,卡他们的视角 现在他们要包我们 看能不能反包一下 1技能先拉开 整个大招 闪线拉开 二段Q躲掉了 他的二段Q被我的闪线躲掉了,没打出伤害 这把的局势就是编度性 编度性一定要打得过,不然我们这边正面被牵制啊 对面四个人只要牵制我们不打架 好,让编度拆他就行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为什么这个出装的思路 得分析一下我们这把 怎么去赢,怎么去防备对面 搞出来的难题 有从开播看到现在的吗 有的话你们就应该 记得 有一把对面是 格温 然后我们上单是 葵桑提 记得吧 那一把就是这个局势 我们不能每次都被追这么远的吗 卧槽 你从F6要追到我们家来了 我还故意站在这个位置 这也太变态了 那一把就是这个局势 所以我们要 要反备 要反备呀 这把只要反处这个格温就赢了 为什么要怪一个 路人 不是怪水龙是总结这把该怎么赢 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上线感觉有点 被局限了 WR Q先秒一个 W Q再秒一个 Q可选一个平 W QA中亚 躲他这个标 不慌 剑招拆招 这一波 还拿什么小龙 不慌呢 细节决定什么 一波啊 三个人啊 他们很有自信 他们觉得还能再打一波 行 也可以 我感觉我们推塔输得很快 干嘛 你死了你知道不 我操 干啥 干啥 干嘛 他们活不长了 有兵线肯定能一波的呀 要是没兵线的话还一波不了 有兵线在这让他们这种推塔很快的 刚才肯定是能一波的 但是都是可以的 在选择再打一波团也可以 主播的教学绝对全是干货呀 谁教你们怎么什么局势怎么处理呀 就秒了W挂伤 合选秒了 对吧你看刚才那个局势很僵直 现在突然有好转了 这格温还帽子了 不出刚才不出这个影魔刀真的就寄了 快救他 你怎么去红了 W QA可选 秒了 一会儿这把可以看一下回放好吧 而且对面这把有这种 这个不是说 空口无品 对面是先有这种 处理处理的方式 我们才要这么做呢 Q闪 科学一个点燃 OK 哇这个 W一个平 吞死 nice 我 拿下这一把 我们的男招 真潇洒